旁邊是左營區的機場 那右邊那個山應該是壽山了吧 嗨 各位觀眾 哇姐啊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微軟給我們寄來的包裹 想必各位都知道這個是什麼了 我們在幾年前呢 有玩FS2020 現在呢 2024年了嘛 所以推出了2024這款遊戲 據說呢 有分任務跟一般飛行的部分 我是蠻期待任務的部分啦 我們先來看看這裡面到底是什麼包裝 我比較擔心我的電腦跑不動 因為這個感覺也是蠻吃硬體的部分的 但是2020我目前自己玩是可以的啦 那2024不曉得會不會又差了更多 那這邊還在裝潢 所以看起來怪怪的 不過之後開箱應該也不會在這邊 來囉 哇嗚 不過我差應該安裝也是要從網路下載安裝 因為畢竟這個檔案應該超級大的 本體登場 Find Simulator 2024 光看這邊的圖片你看 有救災的 救火的 所以這個是載水的飛機 然後還有這個直升機救援的 然後這邊競賽的 好像好像 好像還可以比賽的樣子喔 我得小心的把它撕開 這個可以增長耶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現在買遊戲 很少去買實體片的 都是網路序號嘛 對不對 頂級豪華版 先感謝微軟爸爸 感謝喔 讓我們可以玩這個 哇哦 帥耶 抓了 哈哈哈哈 我的支架斷掉了 哭哭 我的這個150公分的支架斷了 沒關係沒關係 好來吧 那我們手拿 滿厚的 好直接打開 第一人稱的體驗 跟各位一起來開箱 哇塞 有沒有搞錯啊 直接送你一個這個飛行的駕照牌 是不是 可以掛在脖子上 哇這個很有重量耶 哇好像皮帶的感覺喔 上面也有印他們的logo Fight Simulator 2024 然後這邊是用這種套進去的 因為單手拿相機不好套 這邊有一張他們的一個敘述 2024年環境推出42週年 哇哦 欸 啊序號咧 哈這樣喔 裡面是這樣子 哦哦 各位觀眾 我猜序號應該在這裡面啦 沒錯 這裡就是我們的序號 所以各位你看 最重要的就是這一個 那我們接下來呢 先去下載這個遊戲看看 看看要下載多久 那各位觀眾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開小鈴鐺 今天就讓我們來突破個 2024個讚吧 Let's go 各位 我們現在在電腦這邊呢 可以看到呢 需要50GB的空間 不過呢 這個只是一開始啊 那個圖字在下載的時候 可能會更多 會不會把我們電腦給撐爆呢 我是蠻怕的 反正我們就先玩玩看吧 可能需要一點點時間 因為我這邊的網路 只能到100Mbps 所以還沒辦法 像以前是500500人 好 就讓它安裝一下 我們等等就一起進入 飛翔的世界吧 各位我們進來了 你看 還有Red Bull的飛機啊 這應該就是競速的一個部分吧 據說這一代啊 飛機駕駛落地之後 機長還可以下來走來走去 看看市處的地方 醫療救援的 對不對 還有拉脫帶的 The sky is not the limit 這個應該是接送VIP的 私人飛機 對不對 超酷的啦 好吧 稍微讓它跑一下吧 這個跑可能也要一下下 我們大概下載 差不多 花了不到一個小時左右就下載好了 但是實際上裡面 還會不會額外擴充 我不曉得 那這一代目前有中文的部分 之前都是英文的嘛 但很多人說玩這種遊戲 他反而看中文很不習慣 他這邊可以調整 最低中等最高超級 我們來試試看用 超級 我們的電腦跑不跑得動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有幾個部分 世界攝影師 這個應該是特別找某些景點的 沒錯 你看像金字塔 金門大橋 這個我不曉得 天鵝寶 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看動物的 還有活動的部分 活動 拉力賽 還有飛行訓練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先訓練一下才是 還有職業生涯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比較不一樣 以前是沒有這個 從世界任一處選擇你要開啟 蛤 它只有 蛤 我不能從台南開始 各位 我們先自由飛行看看 我們今天主要先開箱試玩看看 從自由飛行應該就有了啦 我記得台南叫RCNN 設為出發地 然後我們也要飛一下高雄好了 高雄好像是RCKH吧 然後飛機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 直接開大台的 比較刺激 波音737耶 哇 還有787耶 我們先開這個好了 737 MAX 然後這邊飛行條件 我們把它設成天氣就是死死的 就是現在的 空中交通 我們把它用死死的好了 說不定呢 可以看到其他飛機一起騎這樣 對不對 然後多人遊戲我們把它打開好了 開始飛行 各位 2024的第一場 正式飛行 啟動了 齁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台南機場啦 上面有雲嗎 我現在外面看我家晴空萬里耶 好啦 準備飛行了 那我們現在是從這個18號 跑到這邊開始的 齁 那我們先把煞車給放掉 呃 推力桿往前推 哎喲 我居然還有個副駕駛啊 太帥了 可以幫我開嗎 哈哈哈 然後我們有用那個輔助系統嘛 所以他有幫我們規劃好 我們該盤選的一個高度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待會呢 就照著他的這個框框飛 應該就沒問題了 齁 歡迎來到台南 把齊駛駛給收起來 這邊應該是 齊駛博物館這裡了吧 齁 對不對 感覺他的地景好像變得比較好看喔 那個濾鏡比較好一點點的 照著這個框框飛應該是那種 呃 電腦飛行幫你控制好吧 對不對 我們手動如果要這樣子飛在框框裡面 說實在是 滿有難度的耶 對不對 感覺他這一帶呢 那個氣流感好像比較重一點點 齁 因為我們之前玩2020的時候 那種隨便亂飛啊 也不會感覺飛機晃來晃去的 這個感覺好像比較會晃了 哇 下面這麼多田地啊 已經來到鋼山機場了 這麼快喔 應該是那種什麼空軍的那一種的吧 對不對 旁邊是左營區的機場 哦 啊那右邊那個山應該是瘦山了吧 對不對 要下降了要下降了 我們跟著人家講的 飛就沒錯了 那下面那條應該是中山高 左邊那個是陳青湖了吧 對不對 哦 下面那個原點那邊就是 小港國際機場 哦 我們再稍微攀升一下 哦 副駕駛說我高度過低 我還沒有下降啊 副駕駛啊 那我們接下來就速度不要太快 目前呢 維持大概這樣子 進場應該是可以的 我們直接彎了直接彎了 乘客已經吐一地了吧 我在猜 哦 空姐說今天這個機場怎麼這麼捏波啊 啊 哇 真是可怕 哈哈 真是可怕 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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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把各位從這個死亡的角度給拉了回來 哦 哦 哦 我自己也緊張了一下 我們Fraveham可能要稍微開一點點 這樣比較安全一點點 各位你們相信我嗎 蛤 我們雖然飛得低一點 但待會降落比較平穩啊 是不是 起樓架放下去了 起樓架放下去了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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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機場在下面了耶 這個這麼彎哦 我哪來得及啊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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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水啦 很接近跑到了 很接近跑到了 可以嗎 可以嗎 好像不太夠耶 真的好難哦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 不要重飛了 不要重飛了 直接來 直接來 直接 直接 OK啦 哦 反推反推 反推反推 你看吧 不禁大風大浪 怎麼能夠成就我們 成為機師的一天呢 對不對 副駕駛 是不是 副駕駛 嚇到不行了 好 大家我們滑行到 10號哦 是嗎 我看10號在哪裡 應該是旁邊那邊吧 剛好一架A330耶 330是空八嘛 對不對 那邊有個人 所以他應該是要招呼我過去的 哎呦他還會走路耶 這樣子看看待會空橋會不會接起來 如果可以接起來的話 我們真的是有驚無險的成功耶 他好猛哦 居然敢在飛機的下面耶 那我們煞車拉起來 電源關掉 這樣基本上應該就順順利利 沒問題了 哎 有驚無險的落地 還好 還好 雖然稍微一開始有點彈跳 但最後還是穩定了 我們的部分 還可以停下來了 可以看一下哦 他這個應該都是採用這個衛星圖啦 的確小港機場好像是長這樣 因為我之前有去過一次 也是從這邊彎進去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這一款 FS2024呢 就先玩到這邊了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不一樣的任務 就像我現在這個是拍照的任務 可以拍到舊金山的計算區 以及在夜間拍攝 還有鏡頭內要有月亮 這個我覺得就算是一般我們當作旅遊 遊玩的話會還蠻不錯的 哦 國外的地景呢 基本上還是都做的比較漂亮一點點 尤其一些比較著名的景點啦 弄起來真的都是相當的好看 然後那邊有個惡魔島監獄 金門大橋 那也非常感謝微軟人 贈送我們這個 頂級豪華版的這個盒裝給我們 謝謝啦 那各位觀眾 如果你喜歡這種系列的話 我們之後可以再來拍一下 像是危險機場降落啊 等等的 基本上也不用危險機場 我一般機場也都降落得到 非常危險的 好不好 那各位觀眾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再會囉 掰掰